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日 大家是不是奇怪 Kalvin 又在說話呢? 沒錯 因為馬會宣佈今晚法國局賽事取消 其實昨天錄音都跟大家預測過 其實都是有機會今天會取消 昨天都說過 因為其實跑馬就不只是運馬過去那麼簡單 始終一個馬場運載都要有一些食物 啤酒和各方面的東西需要準備 如果你說那些食物一早準備好 但又不跑馬 那會算是慘重 加上那些馬就不是下午才運過去 大部分晚上出賽的馬 早上都已經運過去了 所以 基本上如果日口掛八號 基本上晚上的賽事都會取消 一早做好一些功課怎麼辦呢? 留下一次吧 始終我昨天 即我之後再慢慢再看 其實有一部分的馬 是來自一些強組而炮得好時間 只不過名次就厚了一點點 但其實他輸的距離也不遠 那究竟是哪些馬呢? 留下一次出賽的時候就跟大家分享 買一下關子 昨天買了馬的朋友怎麼辦呢? 恭喜你 如果你是用電話買的 那就自動退錢 如果你是在泰國主義站買的 那就記住拿回一張票去退錢 千萬不要說禮收就扔了一張票 扔了一張票就沒得退錢了 今晚賽事取消了 怎麼都會找一天去補賽的 暫定是下年的7月3號 我剛剛看過賽期表 原來7月1號跑馬 本身7月1號跑完馬之後 應該是到7月5號 我沒有看錯應該是7月5號 看看先 7月5號即是星期六跑完 本身就到星期三 現在說7月3號去補賽 真是忙得不得了 這個7月份 即是下年7月份真是很忙 1號跑完馬 然後3號就補賽 3號跑完馬 5號又跑馬 嘩真是 因為我現在會在星島排位日 那天要交稿 在我想 究竟到時候不斷看著報名表 排位表 即是度著馬 而寫下一個賽事日的馬 應該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不過我也很幸運 暫時還未到7月份 到時才算吧 趁今天有一點空檔時間 想做一個統計 想問問各位馬迷朋友 因為我平時會在其他Facebook專頁 就看到有些留言 就說 嘩 你這個台 不是說我這個KX本地賽馬頻道 在其他Facebook專頁 就看到有些留言 就會說 喂 你們全部都是馬丹 選了熱門 就說別人毫無參考價值 其實我現在想趁這個時候 問問各位馬迷朋友 其實大家是想聽一些 穩陣的熱門做提示 還是一些有機會爆懶 有機會爆懶的 而去做提示 因為我知道大家 譬如你說買10元的 當然是想休息一下那門 有些可能賣一千幾萬元的 可能買一些熱門 就當作收息 有些朋友 就是想 就是想統計一下 這裏 星期二賽馬頻道的朋友 究竟是喜歡聽哪一類的提示呢 記得在片段下面留言 我會根據大家的留言 那個統計 而定下一次會說些甚麼馬 最後就說完星期日 星期日就跑這個 沙沙富裏銀袋一 有一場千百米的三級賽 裡面有一隻馬 其實就是我 即是上季 其實是曾經成為一隻問題馬 就是那隻 賽漢那隻勁駁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上季第二鋪那場 輸給銀池 賽漢說很多人就說 瑞拉拿走那個四位 為何銀池又會贏 事後賽漢就說 瑞拉這個跑法是沒問題的 這樣就行了 他這樣說 其實基本上我上季 整季我是沒有買過勁駁的 但是你看到他上季 初出跑千六米那場 雖然他貼了省座位 但是你看到他的直路 其實是步步進逼前面的馬 那一場是街頭星球贏的那一場 基本上他 他早的末段都是偏快的了 所以你說以後追馬來說 勁駁 勁駁是有一個復甦的 這次真情千百米 不要忽略這隻馬 因為你始終知道 蔡若翰的真情馬 都幾殺價的 星期日的馬 我只看到這一隻 跟大家說了先 星期六晚上錄音的時候 再決定用哪兩場過關 我們下星期六再見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沒錯 聽星期二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